在滚烫油锅放入果粉的鱼块 起锅后沾一点辣酱 刷锤到一口接一口 招牌上写着大大的三个字 那个鱼到底是哪个鱼 就那个鱼啊 也有网友发文询问 那个鱼是什么鱼 有人回答就那个鱼啊 让原po满头问号 其实这种鱼在台湾的俗称 真的就叫那个鱼 学名是短壁龙头鱼或小起莲齿鱼 主要产地在屏东东港 外观光滑透明状 长度大约有20公分 最长可以到70公分 先生需要什么看看呢 白带白衣腔红肝 摆在摊位上任君挑选 实际问问民众知道那个鱼吗 没有没有我没有看过 是第一次看到 对啊对啊 真的没看过也没听过 牙齿本来就尖尖的白带鱼 没听过没看过 就是那个鱼的名称由来 因为一开始鱼饭跟客人 都叫不出它的名字 只好用手指一下说 我要买那个 久而久之 大家就习惯用那个鱼来称呼它 炸一炸就很好吃啊 没有吃啊 它肉很细啊 不过产地在屏东量不多 保存期限也不长 北部鱼市几乎没有卖 想吃的人可能得碰碰运气 三立新闻 郭宇轩室 欢迎台北采访报道 好 好 好